近日,嫦娥四号探测器首次着陆于月球背面,可谓刷爆各大网络平台。 要知道,探测器能够挣脱地球引力,朝着太空飞去,更是少不了火箭的巨大推力, 而取决它能够飞多远的装备,就是素有心脏支撑的发动机。 此前,央视网称,目前我国最为先进的火箭发动机推力高达120吨, 在使用高效清洁的液氧及煤油作为燃料的情况下, 可以在70秒内将80吨重量送入珠穆朗玛峰上。 时至今日,只有中俄两国掌握了这一项核心技术。 不过,近日额媒称,中俄两国将联合研制超重型火箭发动机。 近年来,中俄两国之间的合作十分紧密进行着,因此有消息传来也不足为奇。 但俄罗斯动力机械科研生产联合体宣布, 与中国共同研制超重型火箭发动机之后,还得需要俄政府批准。 不过,时至今日,俄方仍然拒绝将此类技术进行分享。 为此,俄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伊万称, 俄方不应该担心技术泄漏,毕竟技术很容易就过时, 而且新技术也会不断地出现, 更何况,中国制造火箭发动机的技术也很先进。 而除了这一原因外, 俄罗斯专家瓦西里似乎也说明了真实原因。 据他表示,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空间站, 如果我们帮助中国研发超重型火箭, 那么就能让俄方获得未来进入中国空间站的门票。 虽说目前国际空间站还在运行, 但却已经到了接近退役的状态。 而有意思的是,曾经国际空间站拒绝我国加入, 但近日,中国电池却登向了国际空间站。 据中国汉能公司透露, NASA已经展开了历史一年的测试,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, 俄专家对我国的实力及技术有着极大的认可。 此外, 我国还在研制用于重型火箭的500吨级, 液氧没有发动机, 200吨级与25吨级, 液氧液氢发动机, 无论从哪方面看, 它们均达到了世界领先级水平。 而此次俄媒报道的是, 是中国联合研制的480吨级超重型火箭发动机。 如今, 中俄强强联手, 可谓是走了一条特色的发展道路, 而外界更是不敢对我国航天工业有所质疑, 因为在未来, 我国可以创造出许多世界般的奇迹。